随着手表消费的复苏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化 元旦过后,不少企业就开始提前招聘人才 尤其是设计性人才 但是整个行业出现了招人难 甚至招不到人的尴尬局面 记者走访深圳多家手表的门店发现 跟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柜台上的手表大多搭配项链、手链 甚至眼睛等视频一起销售 那里面有一条手绳 然后还有手表都是红色的 觉得特别适合春节的氛围和喜庆 随着社交场景的日益丰富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欢在不同的场景 搭配不同风格的手表 手表的配饰功能凸显 另一方面近年来 智能手机和智能手表等 也冲击着传统手表市场 这也倒逼手表企业加大原创设计的力度 以应对市场的变化 我们消费者、我们用户 已经不再把时间作为 开始时间作为第一重要 所以那么智能手表转化为说 更多的强调是 他自己的个性能表达 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王树玉是深圳一家手表企业的负责人 他告诉记者 消费市场的变化给手表行业带来了新的挑战 以往招聘设计师都是在每年的二三月份 但今年为了尽快招到有经验的外观设计师 他们不仅提前开始招聘工作 还通过多家猎头公司进行招人 整个行业当中的话 其实对于原创设计师 这个人才是非常急缺的 我们今年的设计师的整个的一个布局 和扩大的需求的话 至少是要翻倍的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对接了四五家的猎头公司 我们现在已经对了五家的猎头公司